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全球各国指挥音乐会歌剧2000多场 他也是第一位在意大利重要的歌剧院 担任艺术总监的亚洲音乐家 同时他还是首位职榜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华人音乐家 2017年 吕佳老师出任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 同时担任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 吕佳老师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今天来到我们的艺术微课堂 是要给同学们介绍书伯特 书伯特在这个古典音乐当中 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位置 他其实占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交响乐从亨特 海等 摩扎特 贝德芬 其实中间就有个舒伯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舒伯特他的音乐 他一辈子写了有九首交响曲 十几部歌剧 近千首艺术歌曲 还有很多很多的钢琴曲 从奏 他的尊于就是那时候写的 十八岁的时候做时候写的 他的风格是遵循了那个古典的音乐 但是呢又有他个人的一种浪漫的色彩在里面 所以他在这个个人浪漫色彩里面 其实是在古典音乐当中呢 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一个作用 承上起下 承上起下的一个 刚才您说的这些音乐的作品 都非常的活泼 可爱 而且充满了一些这种乡村的气息 这是不是也是他的一种风格 当然是 这也是同时也是奥地利作曲家 基本上共有的一种风格 我们知道奥地利这个国家 是一个山非常多的国家 它在阿尔卑斯山上 所以乡间 田野 木歌 儿童歌曲都非常非常多 我们听到那个玩具里面的 儿童歌曲里面 很多歌其实都是奥地利名歌 舒伯特就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写的创作作品了 八九岁十来岁就开始写东西了 当然可能写的东西 可能比较简单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那个样子吧 但是他从小 他对音乐的热爱 是从忧心忧感而发 他是类似于痴迷的热爱 他父亲也是自己一个小学老师 什么的 他受的音乐教育 并不是说最最正统的系统 所以他自学 他算半个自学成才的作曲家 可是我们知道他的寿命很短 只有31岁 可是您刚才介绍了 他的作品却非常多 非常丰富 就从这个数量量化来讲 他平均几天就会做出一首曲子来 对 是这样 高产的作家 高产作家世界上很多 比较出名的像摩扎特 舒伯特 但是我们知道舒伯特其实 比摩扎特还少活了五年 摩扎特是36岁曲式的 舒伯特是31岁曲式的 这些短命的天才 给我们人类的音乐 留下的不可复制的音乐的归宝 而且我们听说舒伯特 其实一生都是比较贫困的 那他这种贫困的生活 又热爱着音乐 他是不是在他的作品当中 也会体现出一点点这样的无奈 有 我们听舒伯特的音乐 美 他有尤其是舒伯特的音乐 跟德国别的作曲家 不同的地方 你听他的交响乐器乐作品 歌唱性就是了不起 他能把一首歌 用乐队来表现得非常非常美 这跟摩扎特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摩扎特 他写歌剧很出名 所以你从他的交响里面 听到一个小乐曲啊 小情歌啊 很多的很多东西 但是很长的旋律 很细腻的感觉 在交响里表现的话 我想整个几百年的那个 交响乐的历史当中 舒伯特应该是算几乎是唯一的一位 写那么好的 这也是今天您要特别给大家 介绍舒伯特的原因之一 对 我们知道歌唱 是人类最最早的一种 表现自己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 在语言还没形成之前 最古老的一个表现的情绪的一个方式 所以舒伯特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特别好 他真正创作艺术歌曲估计也就是20年时间 其中有很多很多作品 跟他的声乐 跟他的歌唱有关系 还有一种他的浪漫气质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 舒伯特他家境不是很好 相当贫困 几乎在饥饿线之上一点点 有时候工作一天 得到的报酬 两杯牛奶 三四片面包 四五片面包吧 但是这样用一直没有减少 他对音乐的那种热忱 反而一直是在创作 创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他最最贫困的时候 我们听说他拿自己的这个曲目 去换一点点食物 就在舒伯特里边 不是一次两次了 有很多次就是这样 因为他住的地方 大家都很熟悉 他也知道他和他真的有很有才 他们也认可 所以他有时候都里面有钱了 因为舒伯特也喜欢交际 他的朋友也很多 他有时候喝喝啤酒 吃个东西也没有的话 他写一首 著名的那个小夜曲 据说就是 就是他这么写出来的 可是舒伯特自己生前 倒是没有看到过 自己作品辉煌的时刻 可是后来他的作品 为什么会成为古典音乐当中 不可取代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而且一下子就被大众认可了 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第一点我们说 舒伯特他在艺术歌曲里边 对于音乐史的贡献是了不起的 他一辈子很多作品 大部分作品都没有听到过 没有演出过 就是这个出名的第九交响曲 当时维也纳爱乐乐团就说 不演 太难了 这个怎么能写成那么难 就数字高阁了 直到舒伯特去世之后 整理他的文稿 那个人把文稿寄给了 当时的作曲家兼指挥家 门德尔松 门德尔松会演时音才 发现这么好的音乐 你们奥地利不演 我德国演 他就在莱比锡首演了 舒伯特这个作品 那已经舒伯特去世很多年以后 那是不是也正是因为 门德尔松会演时才 有了这次演出之后 大众才开始知道和认可了舒伯特 有一批这样的人 门德尔松 舒曼 就这些作曲家 音乐评论家 兼指挥家 音乐活动家 这些人在欧洲的影响力很大的 他们都是作曲家 他们知道里面的价值是多少 所以舒伯特很多很多伟大的作品 都是在他去世后演出的 这也是一个遗憾 这是遗憾 但是也是因为有那些好的 指挥家和作曲家 把他作品挖掘出来 我们现在还能享受到 那么美好的音乐 但是他的音乐里面 表现出的这种 对人生的希望 对生活的希望 对爱的希望 对人的希望 对自己事业的希望 他是用一种最最单纯的 简单的形式 表现出这个爱 是人人都能接受的 所以这个点上 舒伯特是了不起 流传广的一个 能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对 您肯定也多次演奏过 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 演奏的感受是什么 作为一个指挥家 在演奏舒伯特之后 难在哪里呢 就是第一 要被他的音乐感染 你还不能带进去 因为带进去的话 你会失去控制 作为一个指挥来讲 作为演奏家来讲 我说舒伯特的音乐 太纯真了 所以他对你演奏的 每一个音的质量 也要是非常非常严格 所以第九交响曲 我们在欣赏的时候 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循序渐进地来理解 这首曲子 其实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 其实音乐呢 一点也不难 不难 就要听 听完以后呢 要听听乐队 包括舒伯特 是用哪一种手法 把这个他的想法 用乐队来实现的 比如这首交响曲 一开始 那袁浩 我们知道 舒伯特一直是 以旋律出名 但这个协奏型 从从道到尾贯穿 整个 其实舒伯特特点 最最明显的 就是第二 最于舒伯特的 就第二个章 这是舒伯特最最美的一个 这个乐章也很长 但是这个长到你最后 你就可以流连忘返 你再听一遍 没有问题 第三乐章 就是农民舞了 很朴实农民舞 就这个节奏 速度是一模一样的 你就以后你要想情趣一点 酒吧里边唱歌的话 你就把舒伯特 第三乐章中段 放给大家听 顺着这个音乐跳 就对了 第四乐章 我演那当时乐团 不愿意演这个作曲 就是第四乐章 最难就是这儿了 下来 他很快 阴还倒 可能有些人 大家可能长期学法训练 或者是怎么样 他觉得很累 其实我觉得 舒逼国家 舒逼国家的天分 一点不差于 其他当时著名的大作曲家 就是因为当时 社会就崇拜 有演奏能力的作曲家 比如说海顿 莫达特 贝特芬 这些人弹钢琴 都是了不起的钢琴家 因为你弹得好 就会有一拨人捧你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舒伯特 还是蛮有天分的 因为他这个乐器 并不是很精通 可是作曲 还能做得这么好 一个是永不停止的 对音乐的爱 还有一个 他的情分 有爱有情分 也不够 还有天分 从刚才您介绍的这么多 我在想就是 情分 然后加上爱 最后还要加一些天分 那现在我们同学们 如果开始 有了这样的音乐梦 指挥家的梦 或者是作曲家的梦 我们应该怎么样 开始努力呢 作曲家 你要懂得乐器 懂得配器 懂得作曲很难 指挥家也很难 指挥家本身就是一个职业 你要肢体语言 你还得懂作曲家 所有学过的东西 你还得所有乐器都要 乐器都要懂得 它们怎么发生 就是我觉得到最后 还是一个爱吧 好 谢谢李芝 好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国家大剧院艺术威课堂 欢迎大家订阅